大家好,上一刻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分页类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这个邮件类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我们的项目开发中 经常会遇到需要发送邮件的这么一些场景 例如找回密码 验证邮箱 对吧,这些都是需要使用邮件的 而我们使用PVP发送邮件 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使用我们这个PHP内置的这个mail函数 而第二种就是使用提供的这个smtp这个邮件服务 对吧,要么我们就自己搭建这个smtp服务器 要么我们就使用外部 比如说163QQ等提供的,是吧 第一种方法使用mail函数来发送 其实也是需要我们配置本地的这个smtp服务器的 在发送邮件要求并发高量大的情况 我们可以自己配置这个服务器 对吧 而第二种的话 我们是自己没有服务器的 我们就直接使用 邮件服务商提供的这个服务了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针对第一种我们使用php内置的mail函数 它是这么回事 来,收件 它的调用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写到这里 假如我要发给89对吧 163.com 这是我的收件箱 对吧 然后我要发一个主题 把testmail function 好 这是我们这个发送的主题 然后我要发送的一个内容 对吧 就叫做message 好吧 内容呢 我也是写一个test testmessage吧 就随便写的变量 然后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字面函数就好了 要接收一个收件箱 然后主题 然后再次发送的内容 这样 如果我们这个配置好自己的这个服务的话 我们 这样就直接发送出了邮件了 好 我们重点来了解第二种 第二种的话 我们使用外界提供的这个smtp 这种服务的话 我们主要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我们的这个php mail 对吧 这个在我们这个github上面 应该有啊 我们去这里面搜 肯定有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一刻啊 我们不直接讲人家封装好的这种 我们讲自己实现的这么一个类 来 我们看代码 这个类是我从我的项目中拷贝出来的 我首先 首先你看 我定义了一个final这样的一个类 对吧 是一个工具的mail类 然后里面有个进行方法 就是send 然后呢 根据我自己的需求也写的比较简单 接受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收件人 可以是多个收件人的这种方式 然后第二个是主题 第三个是内容 对吧 好 紧接着我就获取我这个邮件 这个monitor这个一个page啊 你看我把下面的这个数据写出来了 通 第六行运行完毕之后 就相当于我给这个mailconfig这个变量复制了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呢 就包含了这么多东西 第一个admin 是我用来接收的这个报警邮件的这么一个邮箱 也是我的QQ邮箱 然后第二个 state 唯一 我也忘了是具体用来干嘛的啊 但是我下面的这是记得啊 server是表明我是smtbc163提供的 对吧 你看端口是25 also是要表示我要需要授传的 username是我的这个登录的邮箱 也就是我是要使用这个monitor system163邮箱 给我的这个QQ邮箱发送邮件 达到一个报警的目的 最后下面的password xset 这是密码 自副创对吧 然后mailfront 其实这个就跟username是一样的 就是发借人 然后呢 我这个标题 是吧 好 这是我的这么一个配置 然后下面第21行 这里定义了我的一个返回 因为我在调用完这个led的近代方法之后 我这个函数会有一个返回 如果报错的话 这个error number是不稳定的 好 紧接着我设置了一个时区 来看 首先我会根据我的这个主题 会根据我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这个 这个配置的这个编码 对吧 我后来是不是要处理我的这个主题做一个转换 好 然后 紧接着就对我的这个message内容做了一次 trunk split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下面我们就看 你看这里我定义了一堆的head头 对吧 这是我的这个head头信息 其实在这里我是通过我的这个socket open这个函数 去用socket的方式去链接163的这个smtb服务器他们这个端口 然后跟他进行通讯的 那这个第三十九行到第四十三行就是我去列接163的这个smtb服务器 然后 紧接着我就会跟他 传输一些数据以及获取一些数据来做判断有些交互的产生了 对吧 你看 我在第四十七行我就从 这里获取了512个字节 然后呢 我会做一个判断 判断他是不是成功了 当然 成功与失败的话 就是每一个步骤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返回的标示符 那我是截取这个获取的这个前三位对吧 判断他是不是等于220 好 至于四十九行这个定义的这个常量 这个sys arrow 这个我们不用管他 我们只知道它是个错误码就ok了 好 我们紧接着往下 然后 你看第五十四行 这里的话 我发送了我的这个授权 然后发送完毕之后 我紧接着 我就获取他的这个返回 在第六十二行 到六十七行这里 我就获取服务器端的这个返回 对吧 你看 我是每次获取512个字节 然后判断 他是不是完毕了 然后 再接着 我就是输入我的这个用名跟密码了 对吧 你看 在这里进行输入 然后在这里输入了我的密码 对吧 好 一直到这里 基本上我的这个登录已经授权完毕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设置我的这个发送的这个mailfront 就是发借人了 对吧 这是从哪里发送过来的 然后 接着就设置我的这个收借人 就相当于已经是通过这个命令 把我的这个mailfront写过去 然后把我的这个RCP2就是如果点那个回复的话 要回复给谁 对吧 这是发送啊 发送给谁 好 至于这里面用到这些正折 我们就暂时不去理他啊 这个往后我会把这个类上传上去 大家慢慢体会啊 然后我在上面的事情做完之后 那紧接着我应该是要发送我的这个邮件内容了 对吧 你看这里准备发送我的这个数据了 把我的这个投信息发送过去 还有这个收借人发送过去 主题发送过去 然后两行 对吧 这里是这里是两个空行的这个目的啊 然后紧接着发送我的这个邮件内容 好 都发送完毕之后 然后我在或许判断他的前面三个字节 是不是250 然后是250之后 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表明出现问题了 然后呢 紧接着发送 就是离开他的这个SMT服务器 对吧 好 最后返回我的这个retout的这个数据 如果我发送成功的话 这个retout里面的这个error number一直为0 那个error message 它就是为空的 如果中间有任何一部错误 我就直接返回了 这个邮件发送就是不成功的 这里整个就是 我自己封装出来的这个 对 我的这个SMT服务器 这个163这个服务 你看它中间其实是通过socket通讯 就来来回回 对吧 它并不是一个来回 就把一个邮件发 发完了 就是来来回回 一会发送过去一些指令 然后接受一些数据过来 做一些判断 对吧 接着往下走 好 这就是我的这个邮件发送率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